- 手搖飲純茶售價大約落在30到40元 不過如果茶種是台灣茶售價就翻倍來到70塊 - 特製紅茶加奶粉在加冰塊這濃郁的大杯奶茶45元 但如果換成鮮奶就要50到55元不等 手搖飲越賣越貴 您認為多少錢是底線 - 50塊以上就很貴 - 可能65吧 品項可能就是紅茶觀音拿鐵那種 - 民眾底線都不同 就有網友討論 - 原本家裡巷口700cc的綠茶只要20元 - 現在一路漲到35元 加珍珠還要多10塊 - 就問大家能接受純茶最多能賣到多少錢 - 留言有35元也有40元 - 不過大多數網友一面倒都認為30元就是極限 - 如果超過就不買 - 買不下去 除非說是就是特別想喝 - 或者是說錢剛好夠 - 只是店家也有話要說 - 因為除了茶葉品質有差別 - 現在人工跟原物料通通都大漲 - 外在的包裝之類塑膠都大漲 - 包含內在的奶精 茶葉 珍珠 - 尤其漲的最多就是糖 - 茶的品質也有影響 - 像台灣茶的成本就比越南茶高出很多 - 但對民眾而言 - 手搖引價格起飛 - 若超越心中底線 - 可能就得忍一忍喝開水 三菱兄弟 赵老师阿学 台北报道